各位比丘 比丘尼 各位沙米沙米尼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繼續來跟大家談我們陳遠大師 陳遠大師我上午就講到 我是拿廣經老和尚做一個比喻 因為他那麼遙遠 他在中堂時代的人 他有一個特別的就是他修了一個法門 那個法門叫做佛利三昧 什麼叫佛利三昧呢 就是修成功了之後諸佛利在墓前 他其實就是淨途中的法門 就是佛利三昧 他就是你90天當中不睡不躺 但是你可以休息 所以其實這個佛利三昧 是這樣 那這個七七四十九天 不是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修這個佛洲三昧 那我們台灣是有人修 也有人修 我還認識一個法師 他曾經在我們青龍寺跟我一起住過 然後他後來他拜佛利三昧燦 膝蓋因而修佛洲三昧受傷 不太能拜這樣子 那性格上是一個很剛烈的人這樣 有結婚 那他後來有跟我講一句話 他有跟我講他說 太晚認識法上法師你了 我說怎樣 如果我早認識你 然後我早知道有法華三昧的話 或許我就修法華三昧 我就沒有修佛洲三昧 他不是在說法門高低不是這意思 而是說他適不適合這樣 那這就是我在故事裡我講過 我說拜佛佛法華三昧 度一個亡靈的就是他 他在我們青龍寺是我借的地方 那旁邊有一個方丈寮 是木屋很小不大 那麼新年長老偶爾會去去那裡過夜這樣 他的生活很小 也可以說逍遙啦 也可以說他自有他的tempo 他是怎麼樣怎麼樣 到哪裡住了 到阿里山啊到哪裡 到哪裡啊這樣 他是這樣子的人 那七十多歲了 那開車還是可以飆一百六 可能車子好吧還是怎樣 那他那個時候呢 他就借住在那個長老寮 那有個女眾飄過來 看不到下半身 他他正在課廷裡拜那個法華三美山 我說這位法師 果之輩的法師 是那個我的法師兄 果心律師的師兄弟 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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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了一半 看到外面 怎麼有個女的面帶愁容 只有看到上半身 看不到下半身 他就知道了 那時候是我們正在做晚課 應該是六點或七點這樣 一般鬼魂會在那個時候出來 就陰陽交接的時候 陽陰陰陽 大概都在這個時候 交接的時候 那氣場比較弱或者比較擾動 他會來 然後他就用心念跟他講說 師父今天看不見面 你不要進來 你不要進來 我剩下這半部法華三美山 我功德迴向給你 他就拜 就拜完了 拜完 他也是念佛人 他也是念佛人 就是我說的嘛 你就修拜燦法門 作為輔助 那還是念佛 他還是念佛人 所以我說 但是他正在拜佛華三美山 他說 我這半部功德迴向給你 那個女的就 就正在那兒就不動 他就 專心拜 不要去看外面 拜拜拜拜 拜完了 拜完了之後 往那邊一看 他還在 這整個臉都變得很 君春轟 然後呢下半身就看得到了 替我做音效 然後看完了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退去 你看真的就像卡通一片這樣 就收掉 是不是很有畫面 對 就這樣收掉了 收掉之後呢 他就沒事了 沒事 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中午吃完摘 用完摘的時候 他固定會去外面繞塔 我們有一個 骨灰塔 但是上面還有佛像 他就繞 他要過去繞的時候 那天有人來進塔 他就不知道 怎麼有個心情想走進去 這樣 應該是那個鬼魂在召喚 他走進去 一看 一般我們台灣人 那個骨灰坛 為了要好辨認 都會燒一個 小相片在那裡 那一看 都那天 七天前的那個女眾 他就知道了 然後就看到一對男女 一看應該就是那個年輕人這樣 就是中年這樣子的年輕人走進來 他一看他就說 啊 這位是你們的什麼人嗎 他面有一點憂欺這樣 他就說喔 那是我母親 喔 這樣子 那 我是師父 你們方便告訴我 你母親怎麼往生的嗎 那女孩子這麼一問他就 落淚了 那男孩子比較堅強一點 他說我母親 久病厭世 聽懂喔 好 聽懂 久病厭世 很久 患病 然後 然後 嗯 那就是 是這樣 所以一定是不舒服的 喔 原來是這樣 他就跟他講一件事情 講完了 他小孩子就很高興 你看看喔 那小孩子也說 他說 那天他看到這個鬼魂的時候 中陰生 應該叫中陰生 中陰生的時候 就是他們談妥了 要進塔的時候 聽懂嗎 念頭到了他就到了 沒有什麼招魂啊 安坐的 沒有啊 念頭到他就到了 到他先來看房間 你懂啊 啊 晃一晃 反正後面有人在拜 拜 拜法華山 他一定是放光 他就飄過來 他還 祈求解脫嗎 這樣子 然後呢 遇到我們這位法師 然後就很歡喜 很歡喜 然後就半步法華 就供養他 這樣 但是呢 陳遠大師當年沒有 沒有修這個法門 因為他的親近的人呢 其實他有親近到 玉泉寺的真公和尚 真公和尚 真公和尚 不容易查是誰 就好像我們今天講 燦公燦公 後來是燦雲老的上 但是我們不敢稱他名字嘛 明慧我們就燦公燦公 後來歷史就這樣飄蕩過去 就沒有人記得 燦公是什麼公 是什麼樣的 您懂意思嗎 我懂 真公和尚那個時候是在玉泉寺 玉泉寺 玉泉寺 當然呢 有一些記載是說唐朝才開始見世 但是其實 智者大師早就在隋朝的時候就已經去 他是陳隨之間嘛 他是陳隨之間的人 然後最晚在隋朝 他就已經在玉泉寺講經 那個 那個關 關雲長 他就是驅使一些 鬼眾來幫忙建玉泉寺 那玉泉寺是有泉水 裡頭也有什麼 也有蝙蝠 蝙蝠很大 像鴨子一樣那麼大 應該算是很大的蝙蝠 所謂的冠狀病毒 在蝙蝠身上有一千多種 哇 他隨時就存有一千多種這樣 但是他不會傳染人類 可是你變種就不知道了 或者拿去怎麼組合 這我們就不知道了 OK 那 他在那邊呢 是真公和尚 跟他 他也親近的這樣 但沒有 傳記上沒有說明他是 親近什麼內容 不過呢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他修苦恨 第二 所以他修波舟三昧 7749天 那很辛苦的 波舟三昧修法是第一 一間房子大概 如果按照標準的話 大概就是一帳 十尺十尺這樣方方的 方方 然後四周呢要有欄杆 然後呢廁所呢 廁所也要有 反正每個地方 吃飯的地方 什麼地方都在裡頭 那廁所呢不能用坐 一坐你就睡著了 四九天不睡啊 所以就不行 那怎麼辦呢 四周都有什麼呢 都有棍子 而且要包布 包得很厚 你一昏 你就不行人事就躺下去了 就咚就倒下去了 那土那地面上呢一定是土厚厚的土 不可以是水泥啊木板啊 那你會講到嘴氣長了 真的 四九天不睡 那是很恐怖的 前七天大概你的腳就會 所以他是光腳壓或者穿襪子 大概腳就腫到不能穿鞋子了 前七天 我們聽過天王普新丹對不對 對 天王普新丹就是道宣律師 也是唐朝 也是中唐 就差不多這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在流行拜 這個這個這個波州三妹啊 那 道宣律師是開創中國律中的開山祖師 開山祖師 他的前生呢 也是律師 好像是申 申幼律師 申幼律師跟道宣律師 申幼律師沒有那麼有名 道宣律師有名 可是呢 機緣如此 申幼律師是他的前生 就是他上一輩子 申幼律師所知道的戒律 比道宣律師第二次呢 來的還要多得多了 幾乎是十倍 可是道宣律師特別有名 所以你看看那 眾生緣喔 有時候不是你學問多跟少啦 有時候叫機緣 這樣子 那麼道宣律師也修 那麼陳遠大師都在中唐時候的人 他們是同時代的 他們在同時代 所以那個時代很修波州三妹 你就可以想而知 你看看喔 善導大師在一百多年前 距離那個時候一百多年前 講給兩百年 推的是持民念佛 那麼的初祖呢 這位是三祖 初祖呢 慧遠大師呢 推的也是念佛 要嘛就觀想念佛 兩位一初祖跟二祖 都是修觀無量壽經 可是呢 都教人家用念佛 為什麼難嘛 觀無量壽經相對難 不過我正在想辦法把那幅 觀無量壽經的圖給 想辦法把它找回來 我這次去故宮問他們 他們好像 沒什麼印象 但我明明知道有人在修復 是台灣人 在修復這幅畫 我也看到相片過 號稱日本 在日本 日本有 日本人 所以日本在這方面的保存很OK 他們是修觀經的 所以觀經早年 是比無量壽經還要廣泛 為什麼 比較有修行相 坦白講 真的 你的十六觀 裡頭每一個觀都是很 你如果觀成就很舒服 我出清淨燦宮的時候 燦宮也常常教人 你講 落日觀 水觀 那都是十六觀經 開始的第一觀 是這樣 我們也在修啊 是這樣 OK 好 那麼呢 你看看喔 兩位大師都是修觀無量壽經 包括 我說我們才剛結束的那個 那個 善導大師 他自己是修觀經的 但是他教人家 你怎麼 這樣聽懂 是這樣 所以說應機 接種 兩個是不一樣 應我自己的機 但接種又不同 我是要接種 讓你們得利益 跟我內修 不一樣 但是呢 無論如何 你看看喔 善導大師這麼個推動 他也是念佛能夠 一聲符號 一聲放光 那麼也被皇帝所賜明 然後認證 皇帝所賜明 認證 就像 這個其實也還好啦 我們這裡光 蔡英文就送了好幾次的花籃來了 那你說她知道嗎 她當然不知道 都是下面作業而已嘛 那就其實是這樣而已 那當然呢 我們也感謝了 所以說你看看 人家民進黨就是會做人 是這樣子啊 國民黨搞那麼久 也不聞不問 開玩笑啦 就是 明選總統就是這樣 我們跳過 那麼就是說 他都是被皇帝認證的人 可是你看他推動念佛 他還怎麼說呢 那個善導和尚怎麼說 他說現在呢 修 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修 你為什麼不叫人家修 觀物量受盡 他說沒有 那時候我修啊 其他人不要修 為什麼 現在呢 念頭很閃動 常常呢 一下子修不成 所以 好念佛齁 應佛法的基 也應經典所說 注意注意 應經典所說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稱名 念佛 在善導大師那個時代 就已經說是應經典所說 應什麼經 其實是無量受盡 不是觀無量受盡 但觀無量受盡 也提 最提的 最最最最多的就是無量受盡 一念 實念乃至一念 皆得往生 就在講這個 所以說 我們這個時代要受持的 實在沒別的經 我說禁谷法門 當然歐彌陀心OK啦 最重要的其實是無量受盡 因為無量受盡裡頭 恰恰就 沒有了無量受盡 你根本不知道 阿彌陀佛的本願是什麼 所以要異佛本願啊 那你沒有無量受盡 你怎麼異佛本願 所以我們會卯足了進 講這個四八願 四八願 那麼四八願 我的講解法是古來沒有的 不是在耍帥不是意思 我是說我們用一個比較容易 容易記憶容易種詞的方法 四八願其實有三種願 我一再的說很容易記 很容易記 那殷屬 殷屬有時候也要去跟人家講講課 他也是看了 他也是看了那古來的那些 四八願的分別 他也知道說那些分別 跟我們現在這種分別法 就是分類法 我們這種分類法相對好用 那分類有各種樣子嘛 一堆水果你要怎麼分類看你啊 那 善導大師那個時代都已經這麼的強調稱名了 可是到了中堂 一樣在修觀音 一樣在修波周三昧 那是南中之難 四十九天 七十四十九天不睡 他怎麼辦 怎麼辦 你站著就睡著 你相不相信 對不對 你看看那個 那個什麼 拿破崙他坐在馬上睡的 是不是這樣 怎麼也沒生來 真厲害 我自己試過 我站在 站在高鐵啦 捷運啦 我是可以睡的 你看以前的話 是睡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 仁愛路 仁愛路 仁愛路姓一路 前面是姓一路 斯大夫中前面姓一路 後面是仁愛路 仁愛路的對面就是海軍總司令 那中間那個路很寬 我都睡在那裡 兩邊車身隆隆響 最好睡了 那最好睡 我又睡在那個人 人行道上 人行道上面的木椅子 很好睡 確實 所以說 停止就會睡 所以怎麼辦 就要醒 他一個十尺的房間 四周都要有守福 然後要包得很好 就是包住 頭撞了不會出問題 土地呢是軟軟的土 地上是軟軟的土 哪怕摔下去 會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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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至於那個 我在想 現在可能要戴鋼盔 搞不好可以 萬萬一整個倒下去 是這樣 戴鋼盔如果真正 這樣倒的話 也是會把牙齒弄斷 可能還要再護牙 人家那拳擊的那個護牙 也要咬一下 不過這樣不能念佛了 所以算了 就戴鋼盔應該可以 好啦 那吃飯怎麼辦 不能坐啊 坐你就睡著 吃飯怎麼辦 用吊著 吊著 吊低一點 吊著 剛好吊著 這樣吊著 吊著就這樣吊著 然後想吃飯 吃一吃也會睡著 所以那個時候要有人在旁邊喊 喊你 像個台灣人採茶 現在兩葉一新 那最明 明茶那個明就是死小葉子 所以兩葉一新叫做明 現在很少了啦 人家給我的茶頭嘛 是一拉開來 哇一棵這麼大棵 這樣 說是團茶 一拉開這麼長 沒關係啦 沒錢的夢吃 這樣 其實它是明茶是這麼小的 兩葉一新嘛 這要新這樣子 那 那麼 他們採茶的人 都拼三天兩夜 拼那個 因為你再過了那個 那個 那個新就長大了 不值錢了 三天三夜是不睡的 不睡的時候 一家人喔 我遇過一個茶農 他是南投 以前我住古關嘛 我住古關 離山 我去離山 那真是一個好地方 啊 再也沒機會了 那是我出家生命當中 最美好 住在海拔八百 連猴子都看不到 沒有半個人 可我可以一整個月 看不到半個人 然後呢 開了一台二十幾年的老車 然後呢 中午吃完飯 就殺上離山 十月的時候 離山的地已經結冰 然後聽那個松濤在那裡念佛 自己泡茶 哦 實在是 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這種日子過不久 我也知道 我知道這樣太享福了 真的 那個松刀 那個松樹 任何一棵都是 兩人抱以上 我自己跟原住民買了一塊地 講到這個演技 我買那塊地 一吃六分地 裡頭就有好幾棵 兩人抱都滿了松樹 哇 松樹耶 對啊 然後沒有姻緣 現在墮落人間 完全沒有機會再回去那個地方 那一定要四輪船洞才能開 才能進得去 好 那麼就 他們採茶的人 三天兩夜 採完了 回來的時候 哦 那個為了賺錢嘛 那去曬清完了之後 一家人坐著吃飯 坐下來哦 坐下來 然後就吃飯 之後呢 就四家人全部睡著 睡著就醒來的時候 每個人嘴裡都還含著飯 發酸了 哇 發酸耶 可以這樣酸化 你聽懂的意思嗎 酸掉 整個酸的不能吃 創那之間 一家人全部睡著 那個飯當然不是他們煮的 是買或者怎樣 因為沒有時間煮了 你看看 我講這什麼意思 人家為賺錢都可以拼成這個樣 啊我們咧 都把睡懶覺 都把睡懶覺 為國家付出 為國家付出 你什麼時候為國家付出 諸位這樣了解嗎 那真的他們就講給我聽 他們就採茶很辛苦 但是呢他們寧願這樣 好 波舟三妹呢 他要這樣低上這樣 然後呢 上廁所怎麼辦 上廁所也算掉 要懸著 你不能 臀部不能鎖 鎖任何木板啊 蹲也不行 蹲你也蹬整個掉進糞坑裡 哇 完全 刹那之間不省人事喔 49天不睡 那樣 對不對 我們經常說到說 精進的菩薩 精進的菩薩 最不精進的 最不精進的是一百年不睡 大聖經典上說 最不精進的菩薩是一百年不睡 沒辦法想像 沒辦法想像 人類沒辦法 那 我們道學律師也修波舟三妹 修波舟三妹的時候 他也是第七天最難熬 第七天之內很難熬 怎麼樣 那個腳已經腫到 沒辦法走路了 那因為他持戒 持戒很不可思議嘛 所以那個 那什麼 李柳家是什麼 國語怎麼說 拿詐 挪詐 挪詐下來了 他是四天王下面的 下面的降臨 下來 然後他 一次是 他要摔倒 整個都手都沒辦法扶 去扶他 他問 來者何人 我乃挪詐耶 這樣他不管 他繼續念佛 有勞你了 他繼續念 那 這樣好像摔了兩次 都扶他 他不是故意的 好了第三次不用摔了 怎麼樣 腳已經快不能腫了 腫得太大 挪詐回天上去 去跟天王講 天王就開藥單 現在會被什麼 現在會被衛生所 那個國衛局的罰錢 所以現在天王也不敢開藥了 懂嗎 所以叫做天王 什麼 補心單 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為什麼補心嗎 血液沒氣嘛 你下腳走就是 心得不夠 就是 我們說 心臟無力嘛 對不對 所以要補心 我也知道啊 我母親也是 我母親最後的一口藥 就是天王補心單 在我懷裡往生 我母 那個西醫說 不是 中醫就是那個彭醫師說 現在要排 排毒 最重要的就是心臟要有力 都是心臟 是這樣 紅色的嘛 好像有放豬身的換 紅色 帶有紅色 吃過吧 你這麼年輕你還吃啊 你嚇死人了 大概都五六十歲以上 應該有人會有吃過 有沒有吃過 這叫天王補心單 是這個意思 我好茶屋啊 是這樣 他應該是有放豬紗 可是現在豬紗不准用了 有沒有取代我不知道 好 那麼就這回事 陳遠大師呢 就修柏州三妹 但是沒有說他怎麼修 他一身穿的衣服都 看起來就有點 好像說破爛爛這樣 有一次他修柏州上面修完了 然後在那個山洞裡頭啊 山洞裡頭 扣了身體在那整理東西 在那裡整理東西 那人家就 人家就過去 就跟他講 以為他是使者 就跟他講 欸你那個 那個使者啊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陳遠大師 就把他當作 把他當作是 是做苦力的 他其實就是 所以說他 他一身很 很古朴啦 很苦朴 還有啊 他正在橫山那個地方 修柏州三妹 修到 有時候都沒有招呼人 那人家也不認識他 那是很用功的 然後就這樣 就地有什麼吃什麼 萬一沒有人供養的時候啊 他也就算了 幹嘛 幹嘛 你 欸真有這樣子 我在非洲看過這樣 吃草根 草葉 連草根草葉 沒得吃的時候 你要吃什麼嗎 泥土 泥土 泥土拌熱水 當作 當作飲料這樣喝 這古代的泥土可以這樣 你現在你現在 剛才爽不爽 因為現在 現在的泥土都 都酸化嘛 都都 太多農藥嘛 是這樣 所以你也別想了 他是吃泥土 你看可見 他真的是苦修 有時候我說我會跟廣經老爺上對比啊 是這個意思 他是這樣的 修波舟三昧 好 那上廁所 波舟三昧上廁所也是吊著的喔 懸著 然後當然整個是降低的啦 降低 但是就是不能讓你真正蹲 你懂嗎 是這樣 所以會隨著你的身高調整 一百八你就要調拉 那晚上 晚上真的 真的太累了 可以站著 可以站著 然後掛在這裡 然後休息 不是睡 休息 你一定 你一定休息不久的 會麻 會痛啊 這樣推動嗎 要就要氣起來了 進來就繼續用功 49天 49天 所以可見了 修行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 是不是這樣 這種修法 你說你要怎麼講道理 你說違反 違反人性 違反人的那個習性 不是人性 習性 對吧 他需要一個很強烈的動機 那個我們廣經老爺上 不倒單是真的 我說過嘛 最後他 他原集的時候 開那個封條 讓見人的就是我 我真的親眼看到 兩眼炯炯有神 什麼都沒有 窗戶也封起來了 然後呢 他就一張椅子 在正中央 很好笑 在正中央 沒靠牆壁 在正中央 就這樣坐著 對著門 我進去 我跪著問他問題這樣 然後就退了出來 封條再貼上去 三天後 喔 原集 我當然不知道他原集啊 我們只知道說 他傳完戒 很累 要閉關修行 對外講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那次見面是最後一次見面 這樣 對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出家 我有跟燦公談過 燦公說你先去找廣心老爺上試看看 結果不用找了 我還沒退伍他就原集了 民國九十五年嗎 我記得是九十五年 對啊 九十五年 七… 不…說錯了 我七十六年出家了 七十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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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另外一位長老 七十四年 那一年 好幾位原集 好幾位原集 包括我施工 白宮 出雲 出雲長老 也是那一年 74年走掉好多位長老 道元老而上 也是那個 都同一年了 太瘋狂了 整個佛教界 整個佛教界都… 那個長老一直走四五位 我們不論居士 我們都長老 我們都出家長老 廣青老而上第一位 大年初五 我初二離開部隊 要回家去看他 初一啊初二去看他 這樣算是好日子 所以他是不導彈 那我們曾經問 他曾經有人問他說 關於不導彈怎麼修 他說不要修 你是修到那個程度 你自然不導彈 你意志力自然湧現 殘月為時 也殘月為席就對了 他頓一下就沒事了 是這樣 快衝行的你懂嗎 你懂嗎 是快衝行 這個我要感謝我母親 我基本上也是 跟我一起出門過人都知道 我在車上就這樣睡一下 我等一下就精神百倍 就這樣 那大體上這樣 不過有年紀的 也沒辦法像以前那麼樣子了 那在很多雜事 那沒辦法 但是確實是 日本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間歇性睡眠 一天只要睡兩個小時的 那個都小case 在我來說都小case 真的是小case 我對我來說 十分鐘的睡眠 都可以像睡一個小時一樣 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確實是啊 那日本人講的是這樣 就是在急累的時候 心裡頭這樣把那個想睡覺的機關打開 刹那之間就不醒人事 然後好像睡很久醒來十分鐘而已 確實是這樣 那這個都可以印證的啊 你比如禪堂裡頭 禪堂裡頭的中午是不休息的 吃完飯就在念佛進去 他怕你睡死了 他容許只有那支香不打香擺 容許你坐得東倒西歪 可是呢你再怎麼樣 你也睡不了太那個 因為你是坐著睡啊 東倒西歪等一下你精神就來了 來了就來了 就來了 他就在急困的狀態 你身心氣脈又很順 然後你在摻殘嘛 沒有什麼雜念嘛 十分鐘五分鐘就醒來就好了 是怎樣 我大概在生病的時候才會做夢 不然我從來我幾乎不做夢 所以說睡就睡著了 跟我出去的師父們都知道了 他說和尚你那是超級快衝行的 哇 是 有時候趕高鐵我整夜沒睡 比如說你要去東吳大學啊 去跟他們講 跟他們做雨潭人啊怎樣子 那整夜我都沒睡 像上很多次都是這樣 比如說講放生的啦什麼的 那都是一直逼到明天要去東吳大學 人家現場有大法官要談放生的事 我不能什麼都沒有啊 那就開始寫 那講一寫完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然後趕高鐵 那大概在大概在 高鐵不敢睡 因為高鐵太好睡了我怕睡過頭 我會在那個人家載我的那個車上 就那台車子啊 那台車上面睡一下這樣 這樣睡一下 大概多摸摸西摸摸大概只能睡 十分鐘二十分鐘而已 是這樣那就夠了 那天就夠了 不過後來要稍微補一下 也就是說心無旁入是核心 所以廣青老而上說你不要練 不要練不倒單 你時候到你自己會知道 會這樣講 不過我還是偷練的 我出出家的時候去做了一個藤椅 那個藤椅齁有夠大 就這樣卡住齁 就睡著 我就這樣練了 我真的這樣練 後來被我師父罵了半天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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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因為他要 他都叫我去做金燦 他當然怕我身體垮掉 我一天可以接兩個到三個棺材 開什麼玩笑 我也是誇金燦出心的 趕金燦 也沒有啦 就是說你要會這些 沒有渡活人之前先渡死人 那死人比較好渡 也是修福報啊 因為死人 往生的人沒有可依 你如果好好為他念佛 或者為他做佛事 他會很感激你 你聽懂嗎 我們不是為錢 我去做那個佛事 師父也不會給我半毛錢 我也不敢拿 我也不敢拿 怎麼能拿那種錢 我不敢拿 是這樣 那就是師父叫我去的啊 然後我住道場 吃道場 我怎麼可以拿那個錢 我師父也從來沒問我 你怎麼會問我 你要我噴一塊給你 他出來沒問 他也不會問這個事 是這樣的 反正他說的也有道理 他說福報都是你修的啦 這個倒是真的啦 這個倒是真的 好 那麼他修波周三昧 你修苦恨 吃泥土 然後自己燒水 然後常常呢 瘦瘦的身子 因為吃泥土 你說他會長成什麼樣 對不對 那就哭蕾的身形 然後衣服也髒髒的 然後偶爾當然也會種菜啦 或撿一些柴火啦 冷就不行了啦 這樣他會這樣子 那後來呢 因為人家知道他的道德之後呢 開始有點幫他建茅棚 然後他呢在大街小巷啊 石頭上面呢 開始寫佛教的祭語 特別是念佛的祭語 那傳記上沒說是什麼內容啦 就會寫這一些 然後勸勉大家念佛 勸勉大家念佛 那後來慢慢的在這個癌凍裡頭呢 就結了一個茅棚 後來甚至有人發現為他建殿堂 那殿堂的時候呢 他也沒拒絕 他也沒要求 你要建就建嘛 一般出家人都會這樣 就是 信徒其實像水一樣啦 來的時候你也擋不住 走的時候你也留不了 是這樣 那他有任何 他有一百個理由 他離開你 他要離開你這位師父 那我們我們只有一個理由而已 都是祝福 我們不能夠對哪個居士的來去 有什麼想法 這不符合出家人的慈悲啊 跟無我嘛 那而且是居士一般來講 他是有富貴力 那他會捐錢啦 供養啦 請經書啊等等 那這種情況 他會有護持的動作 那萬一他要離開 我們就不能夠再去留 為什麼因為 他可能會擔心啊 呦你留我是不是要錢啊 還怎樣 所以至少我們這種人 是修秘形 我們就不好說什麼 所以你自己離開 我也不敢說什麼 你說捨不得啦什麼 你也不能說什麼叫捨不得 因為出家人本來就不能夠 對某些什麼東西捨或不捨 也不能這樣 所以只能夠叫 像這裡傳記上寫的隨緣處之 你知道嗎 古來都是這種風範 隨緣處之 不是他無情 他不能動什麼念頭啊 對不對 你的來去是你自己決定的啊 而且在修道人也不會自認為說 我是道人 我是善之士 你怎麼可以離開 你離開我 你沒好過 你不會講這種話 你不會一直講這種話 你懂嗎 所以人家離開 人家有更好的事物 去親近 你不能講什麼的 是這樣喔 所以以後你們要離開 也不要說 哼 我走 我離開時候都沒有把我老 我不敢跟你老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老 你懂嗎 我先說在前面囉 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有誤會這樣就好 是這樣 那再來這裡頭還提到了 還有一位 祝聖士的法造法師 這是不是那個 第四組的法造大師呢 這個有時候應該有可能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沒有錯 所以說我之前講說為二 為二其實不是 法造大師跟陳遠大師也是見過面的 也有師俗過 但沒有真正的師徒關係 是這個意思 有參學關係 沒有師徒關係 傳記上是這麼寫的 好 那麼這個陳遠大師呢 他的道德呢 曾經是這樣 那麼有一次來親近他的 不是他的徒弟來親近 就是士主法造大師 也就是後來見竹林禪師 竹林禪師現在在舞台上還在 然後呢 他在定中 法造大師的定境很好 定力很好 定功很好 有一次在禪定當中啊 就看到欸 見了極樂世界 那極樂世界裡頭 居然啊 見到佛座前面有一位 穿著破破爛爛的出家人 然後他居然在定中去問佛說 阿彌陀佛請問 極樂世界的佛沒有兩尊啊 就一尊而已 就阿彌陀佛 就問說阿彌陀佛 那是誰人 這樣 穿著破破爛爛爛 這樣 然後在定中的阿彌陀佛跟他講說 那就是橫山的陳遠大師 他出定之後呢 法造大師就去到橫山 真的禮敬了他 不過這個是一定可以的 因為那個時候的陳遠大師已經有名了 所以只要一問 知道名字 不知道人而已 只要一問就知道了 他就禮敬 禮敬他的時候 法造大師本身是修禪法的 他是修禪法 所以呢 他要說這樣也算是徒弟 沒有師徒關係 他是修禪的禪法的人 所以他會入定 那這種入定 在他的定境當中 居然看到極樂世界 所以他跟極樂世界其實有緣 他自己不知道 他去見了陳遠大師的時候 陳遠大師跟他講說其實要念佛 那因為他在定中都看到極樂世界的 陳遠大師在那裡的 所以呢 他就 對他就很有信心 真的就是由禪轉鏡 很不簡單喔 由禪轉鏡很不簡單 因為禪法的 修禪法的人會比較有 有自我的見解 因為他必須要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 去誤解佛 去誤那個佛法 要他只是念佛求生极樂 他會覺得挑戰性或者是修行的內涵 不太不一樣 有人會這樣 天台中的人不會 天台中他是用禪法在念佛的 當然不是說修禪念佛 不是啊 他說用禪觀在念佛的 這稍有不同 但一般人比較少 當然也有像偶義大師這樣 他是儒家 後來學禪 都不行 儒家嘛 覺得錯了 所謂的儒家心法不管用 後來學佛 他發現他棒了佛 他就趕快去修禪法 然後也 講經說法去贖罪 結果禪法這某一次呢 他得了禪病 也快死不活那個樣 他才死心塌地說 這樣好 現在算了嗎 不然他是很有 很有見解的 類似像秀才這樣子 他是儒家的人嘛 所以很有想法的 你讓他改佛教已經不容易了 佛教當中的修禪 還要讓他改淨土 那一定要大姻緣 他就這個姻緣 這樣你懂嗎 是這樣 那我自己呢 這個在我大學時代 我都讀過他們的傳記 我自己 我也沒人可以問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問 我當年在成大的東澤社 要嘛就學東方哲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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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啦 什麼占卜啦 易經啦 還有這種的 然後還有那個所謂的佛學學長啊 他講課還得要關起門來 你不屬於他同派的 他還不讓你聽 他簡直是荒唐 超級荒唐 那時候我大二 大二 對 我就很否定這個做法 我 我常常給不好聽 我不是不好聽 我理都不理他們 我自弄一派 我東澤社就分兩派 一派是他們那個傳統派 一派就是我的新的那一派 我新的那一派 我都跟人家講 我們東澤社就是佛學社 沒什麼東澤不東澤的 哇 很不爽 後來我當社長了 不然怎樣 他們都是已經閉了業還回來講課 我都說不務正業 你應該去闖天下才對 你要回來 那你要過什麼日子 後來我還知道他們居然在賣手工香皂 手工皂 當然職業沒有貴賤 但是呢 有怪異 是這樣 後來東澤社 你看 哇 那 我要講什麼 我說那個時候 我就讀了這個傳記的時候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乖乖的 我自己 我很有想法 你們知道的 但是這件事情 沒什麼好討論 我 念佛 我不用人家 我不用等生病 你懂嗎 我也不用等 就什麼去棒了其他法門 然後 然後被那個護法神皺屁股了才知道 我沒有 啊我 我跟奧彌陀我多大的姻緣 你看看 我第一次 要去參加大專生的那個 那個 那個會的 那個那個 那個時候都有營隊 不在學校辦 在他們的寺院辦 誰啊 就是那個 呃 西連 西連 西連靜院 那個清靜的靜 三點水的 在三峽 對不對 西連靜院了 然後呢 我要去 我要去參加他那個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 這最重要的 三點 起床 三點半早課 先進坐一小時到四點半 然後才做晚課 不是做早課 又做一個小時 一超超兩個小時 包括起來半個小時 總共兩個半小時 哇 這讚 選那個最慘的那種 結果第一天去了 也沒人教我 一進去做早課 三點起床 三點半 我以前三點半才準備要睡覺 三點半就起床 然後就 靜坐一小時 一小時 你知道嗎 那就腿這樣一拗上去 我看大家都拗上去了 蘇人無蘇丁 蘇丁 我也拗上去 一拗 他死了 嚇我老爺 然後一直痛 一直痛 我看那個維農已經在打瞌睡 我就很緊張 你不能睡假頭 一小時很久 一個小時像一個四季那麼長 然後你知道嗎 衣服從裡頭 濕到外面 吃完飯 下了墊之後 我跑進廁所 直接 凝出汗水出來 然後抖一抖再穿上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真的很糊塗 我完全沒有帶換的衣服去 就那件衣服穿十天 哇 很厲害吧 很厲害吧 是這樣 所以每天早上我就把它 然後再穿上人體烘肝肌 去吃早餐 我這樣活回來的 我這樣還活著回來 你看看 然後我去報名的時候呢 就是治癒老法師呢 講課 然後呢 惠敏 惠敏 法師 惠敏法師 現在法谷山的 副校長的樣子 他很有才喔 他很有才 人 很有才 很有學問 然後他就當沙民 然後他看我 穿了西裝打著領帶去報名 他就知道 我這五行的 菜教一定要 他就完全知道 哪有人這樣報名的 對不對 他就一直拗我 說 欸 梁同學留下來吃飯 我一看 對啊 確實也是沒飯 周邊沒飯的時候 有點餓 然後我就留下來吃飯 吃飯他又拗我說 欸梁同學啊 你留下來睡個午覺 再下山啊 這很累了 那我就好吧 然後就進他那個療房 你看療房 那男生喔 就是這樣子 那個療房 裡頭一門一打開 就眉味撲鼻 哈哈哈哈 然後他那個棉被喔 隨便拉一條出來 整條棉被都是眉味 你懂嗎 然後我就 衣服我也不敢脫 我就這樣 嗯 就這樣蓋在身上 啊 這怎麼都是眉味啊 可是我要裝的什麼 我要裝的說 我很行 是這樣 不會給人家被嚇倒 我還以為說 出家人都這樣睡的 你知道嗎 然後就這樣 欸真的睡著了 睡著他就 卡卡卡打板 兩點要上課 欸他又跑來了 兩位同學 你有睡嗎 我說有有有 睡得很好很好 你要不要聽課 他就一步一步的這樣騙我 然後我就 沒辦法啦 已經在這裡了 說要走也是很丟臉 好吧那就聽課 聽課 聽第一堂課 你在講什麼 至於老和尚你在講什麼 講六個字 南毛阿密陀佛 哈哈哈哈 超級天才 他把我安排在哪裡 你知道台灣人的出家人都會這樣 只要一天個 通通坐到後面對不對 就前面空著 然後呢 那個惠民法師 他說 欸梁同學 你你你你你 你坐第一個位置 對我就坐第一個位置 然後實在是太累了 因為很緊張 然後他講了講了 我就 一路你燈到眼睛 燈到眼睛 最後不行了 睡著 但我就記得 南毛阿密陀佛 我就聽完囉 聽完之後我還沒有上課喔 然後我那次先去報名而已喔 我回來之後 我就開始念阿密陀佛 我就開始念了 他說念阿密陀佛很好啊 好 有黏有保備啊 有酒有進去 好 就要念 念了念了 後來是什麼樣的感應 我去 我去參加了那十天 慧空法師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出家 所以你看我慧空法師 我跟慧空法師 有多熟 你就知道 他也還沒出家 那慧民法師才當三民 然後呢我就參加十天之後呢 我把他那個教室裡頭 所有兩側的佛教書 全部讀光 全部讀光 讀完了之後 因為我沒有朋友啊 他們都是師大的啦 府大的啦 中原的啦 那些學校 只有我一個陳大 我目前跟你講 陳大 他號稱東澤社 不純佛教 你懂嗎 除了我自己帶著學弟學妹 學佛以外 基本上都在搞易經啊 雅經啊 就這樣 所以我沒有同伴 那就去了 那去了之後呢 我沒有人可以聊天 他們三三兩兩在那聊天 沒有人理我 那我就 我剛好 一直看 看完了之後呢 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什麼表演 一個表演這樣 他們就不好意思了 就不能把我落單了 他就拉我去跟 跟 跟慧空法師同組 慧空法師是讀中文系的 他也不認得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了 我來編劇 你來演 你看怎麼樣 那慧空法師傻傻的 就被我懵了 你懂嗎 是這樣 然後就演了什麼 無非就演了 我因為我看了旁邊那個書 就全部看光了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編 就是什麼 蘇東坡遇到佛印禪師 慧空法師不是胖胖的嗎 他演佛印剛好 是這樣 是這樣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瘦瘦的那樣 演蘇東坡 我做導演 是這樣 我就開始寫劇本 是這樣 然後演了很成功 演了很成功了之後呢 他們就跟我講 他那個長老啊 就知道我了 然後就跟那個比丘尼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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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其實就叫我皈依啦 然後呢 我也不知道啊 他就拿了一盆本子 那我以為說 那叫做簽同絕錄 你懂嗎 我就把它簽了 簽了之後第二天早上要下山之前 他就念了 現在公佈那個要皈依者的名字 那第一個梁啟堂 我就誒 怎麼是我了 我就當場抗議啊 我當場抗議說 我就舉手 師傅說 師傅是女眾師傅 我就梁同學啊 是這樣 可是我沒有說我要皈依啊 我就真的這樣講 好兇喔 我沒有要皈依 我覺得我是遇到神棍 是這樣 我沒有要皈依啊 然後那個比丘尼師傅 我忘記他名字叫什麼 他都沒有生氣喔 他就這樣 他就把那盆本子這樣 放開 你看到這是皈依登記啊 我知道啊 我沒寫啊 怎麼會沒寫呢 第一個名字啊 我在想到說 啊 人家給我 布子我連看都沒看 就給他簽上去了 我以為是什麼 叫做同學路 你懂嗎 我是這樣皈依 被騙去皈依 這樣之後我再也沒改題目 我就回來了 回來開始念佛了對不對 好 念了念著 欸 我在成大 我就要在編成大物理系 系堪 沒有人叫我編 我自己創堪 創堪我自己 然後自己刻印紙板 自己拿錢去印 你看我去幹這種事 把所有的學長都惹毛了 為什麼 你是大一耶 你大一來 你都在辦學報 把我們大二大三大四的學長往哪擺 我哪懂這個道理啊 人情世故我不懂啊 我就被罵 那罵還罵 其中有一位學長呢 hold住我了 他就對我同情 他就跟講 欸某人 我 我們那個教授 要出國去講學 暑假的時候 本來我要幫他看房子 會有 公讀生的錢 我分幾天給你 你幫我看好不好 我正要忙 我說好啊 我就幫他看 在哪裡 在台南的公園旁邊 有個老教授的那個 那個宿舍 我就這樣講 只是住在那裡 就可以有錢領啊 為什麼不去 窮嘛 那時候窮啊 我們家窮 我還是兼兩個家教啊 是這樣 所以我就去 去了之後 第一天就遇到颱風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 沒有什麼 也沒報紙 什麼都沒有啊 幹嘛 哪有錢訂報紙 沒有手機 那時候哪有手機啊 四三十多年前 哪有什麼手機啊 沒有 那天晚上 然後你知道 我已經開始念佛了 我就坐在那裡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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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 嗯 啊整個就 哇 完完完就全部黑囉 我想 嗯 奇怪 外面那個風大到怎麼樣 那個屋頂快要掀掉那種感覺 你可以查得出來那一年什麼颱風嗎 嗯 我70年 71年 72年的颱風 我就這樣出來 一出來一出來就 踢到 踢到門檻 摔了一個跤 我那個摔跤內唱一摔後面就聽到 啪噹噹噹 好大一聲 然後就風雨交加 我就爬的 爬到客廳 我膽子很大 就在對面 啊很累了 睡著了 就這樣 就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著 第二天早上醒來 你們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一棵大樹 一個人抱的大樹 直接直直的就壓在我的床上 所以那個叫我趕快離開那個聲音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已經 You know what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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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嗎 就掛了 是這樣的 就這樣 欸 我突然覺得 黏我路好捏 就這樣 就這樣子喔 念佛有效 從今而後喔 只要我住在宿舍或哪裡 我都不管別人有沒有人 阿彌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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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我同學喔 我們一間寢室四個人喔 我開始黏他就一個一個鎖出去 整間都是我的 是這樣 就這樣 我跟阿彌陀因緣是這樣子 哇 一開始聽就是六字 然後這再也沒停了 到現在 我從沒想過要停 因為我學天台的人喔 但是念佛我從來沒停過 那死不去啊 那就覺得很棒 那覺得很好 從今後傻傻的我不知道念佛在幹嘛 反正那個聽課我都在睡覺阿 那十天當中 七天進院那個十天當中 大部分長老我只聽到那個 如是我聞 不 我就睡著了 要不就是什麼呢 那個祭子 那個祭子一念完 我大概就睡著了 我都坐第一個位置 他們就一直把我安排第一個位置 所以長老在那裡喔 我睡第一個位置 然後就一路睡 睡完我努力看書 但是偶爾會聽到幾句話 這樣而已 他在講金鋼筋我記得 就是這樣 後來想想 金鋼筋自己看就好了啦 實在太累了 三點半 三點起床三點半做早課 對我來講 太天方夜談了 所以都是這樣 長老也沒有罵我 也沒說怎樣都會睡 就這樣歸一念佛 所以我對於那個一般年輕人 怎麼做我都可以接受 我去成大講課 那年輕人就在下面吃東西阿什麼 我覺得還好阿 又沒有我以前那麼慘 我以前直接睡倒阿 是這樣阿 他們只是吃東西而已還好 還沒有睡倒 那麼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說念佛是靠著 有時候是靠信心 陳遠大師他說他教人家念佛 其實傳記裡頭並沒有講 他教什麼道理 沒有他就是靠苦恨 他自己的苦恨引導 不過呢即便是這樣子 他穿的也很邋遢 後來他教導法造法師呢 轉成什麼 轉成念佛 也是因為他的那個苦修的功德 轉成的 在另外的傳記裡有寫到這樣 各位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這是很不簡單的苦修 念佛是一種苦修是可以的 但你可以不用那麼苦修 所以這個什麼呢 當年的代宗和尚 代宗皇帝 代宗皇帝 就 給他一個名稱叫波州稻草 他住的地方 後來我們就說 我們就會以波州遠宮參寺 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陳遠大師的那個院宮 波州遠宮 來稱呼他 是這樣 好我們就講到這裡 來我們大會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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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